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满汉全席就有几百道菜 而皇帝专享的宫廷菜系更是精美绝伦 寻常相末的私房菜千姿百味 不同地域的小吃 酸甜苦辣咸让你欲罢不能 毕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祖上遗传的东西也会累积的不少 这一点的确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地方 美国幅渊辽阔地大物博 东西南北中的菜市各有风味 而其中最有特色的大部分都分布在边境和沿海地区 因为这些区域受到环境 移民和殖民统治的影响最深 中部地带则从各地接收不同饮食习惯加以融合 年底的美国简直就是旅游界的宠儿 从感恩节开始的黑色星期五一直持续到圣诞节结束 简直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吃喝喝买买买的天堂啊 而且呢美国基本上能满足你各种各样的玩法需要 东海岸适合城市深度游 去纽约芝加哥这样的摩登都市体验纸醉金迷的狂欢 西海岸呢则更多元 洛杉矶的阳光沙滩 旧金山的精致优雅 还有最美公路之称的一号公路 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奇观 不管你想要一段怎样的旅行体验 西海岸都可以给你 还有很多人每年都会特意飞到夏威夷去过春节 很多人会觉得美国很好玩 但是呢不好吃 观念里你只有薯条汉堡和披萨 不过美国的食品不全是垃圾食品 就好像英国的食品也不全是黑暗料理一样 觉得美国食品不好吃 完全是因为你没有吃过正宗的美国菜 美国也有自己的独立菜式 而且和中国一样按地域分出菜系来 美国好吃的东西可以说非常丰富 因为美国是个大熔炉 世界各国的人都有 因此各种菜也有 即使你不喜欢美国本土菜 也一定会找到其他符合你口味的菜 美国人都不懂吃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其实有六大菜系和中国的八大菜系一样琳琅满目 他们的特点之一就是长久以来都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 加入了丰富的变化与风味各具特色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著名的六大菜系 第一个就是太平洋沿岸的美食 太平洋沿岸美食最集中的地区在加州 这里呢阳光海水沃土一个都不缺 所以呢农作物的品种非常丰富 你所知道的任何蔬果沙拉几乎都能在加州吃到最好的原料 著名的像煎金枪鱼 加州市烤金枪鱼有点像日本料理的生鱼片 外面贴芝麻籽煎成脆的 再一个就是加州寿司卷 寿司在美国经过了大量美国人民的动手改造 就像肯德基在中国竟然出产了油条一样 其中明白美国的便是加州寿司卷了 加州卷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 诞生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市的寿司餐厅 名为东京会馆 日本料理刚刚传到美国的时候呢 美国人对刺身寿司不太习惯 于是呢这个餐厅的师傅啊 便用牛油果取而代之 再加上蟹肉以及青瓜卷在一起 最终呢改良到把紫菜卷在中间做成反卷 后来经过师傅改良的加州卷 得到了美国人的接受 并且在各地盛行开来 加州卷最终在80年代又传回了日本 并且取名加州卷后呢 成为寿司中的一道款式 在中国的寿司店里 你也能够吃到加州卷 太平洋美食的另一道菜是烧烤鸡肉披萨 传统的意识披萨是纽约和芝加哥的地盘 加州人喜欢更换披萨的材料 做出比较有创意的披萨 另一道名菜是薰三文鱼 华盛顿州阿拉斯加州最好吃的特产就是三文鱼 薰三文鱼是印第安人传统的做法 又脆又嫩 也可以做成不同的口味 像辣椒黑胡椒等等 主食有名的就是三藩式酱母面包 旧金山的特产比普通白面包要好吃营养 特色就是把面包中间掏空 然后盛上奶油葛了汤 太平洋沿岸的美食基本上是以海鲜为主 这个呢很合华人的口味 而且很多大陆来的朋友都喜欢先到加州去 如果你到加州来的话 真的去可以吃一吃美国风味的海鲜呢 第二个菜系就是西南菜系 西南菜系泛指墨西哥边境县地区的菜市 主要包括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德克萨兹等州 由于这部分地区与墨西哥紧密相连 饮食也几乎与南美菜同化 不过呢美国西南部的菜还是比南美要温和一些 著名的菜谱有烤鱼卷饼 墨西哥代表玉米饼鲜嫩的烤鱼 加上不太辣的沙拉 德州的甜辣酱烤排骨 好吃的手撕猪肉包绝不是开封菜卖的那样 而是经过24小时的木炭慢烤而成 香味浓郁 也是纸牌屋里夏木大叔最爱的食物呢 西南菜系有许多著名的菜料 比如牛油果酱 它是用牛油果 盐 胡椒 柠檬 葱等混合起来做的蘸酱 和玉米片配合 简直是最佳组合 还有一种著名的叫Cajun菜 Cajun菜系在中国国内知名度比较低 甚至呢也没有一个比较对应的中文翻译 它是由印第安那州法国移民后裔创作的 还有南方流行于黑人群体里的本土家常菜 前者呢有法式的浓郁 后者有家常的丰盛 融合在一起就成了又一种独特的美式味道 再有就是玉米面包 别看其貌不扬 只要加上洋葱 培根香肠 它就能变身美国南部节庆必备的一道大菜 十锦红烩饭 改良自西班牙烩饭 有熏猪肉肠小龙虾等配料 再一个就是秋葵虾汤饭 记得小时候看乱世佳人 有一句台词大意是说 浓浓的肉汁香甜的米饭 这才是美国南方的美食啊 说的就是它呀秋葵虾汤饭 第三个菜系是南方黑人菜系 这个菜系是被南方黑人 称为家常菜的风味料理 拥有极其鲜明的特色 虽说它起源于曾经的黑奴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 美国国民美食之一了 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热量太高了 著名的食物就是手撕猪肉三明治 经过24小时慢烤出来的猪肉 配上好吃的BBQ酱 入口即化 真的是很诱人 再有就是烤鸡 硬要追究起来的话 其实肯德基也算是 南方黑人菜系里的一只呢 第四大菜系就是纽约菜系 因为是美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纽约大概是全球菜系 汇聚最多的一个地区 从阿富汗到越南 哪个鸡脚干儿拉的美食 都能在这找到 现今流行世界的各种街头小吃 也有很多在这里发扬光大 在这些美食当中 最为纽约人所自豪的 是下面几种美食 贝果 纽约人坚信 纽约水质世界第一 用它和面能做最棒的贝果 这种面包质感紧实有嚼劲 充满麦香 尤其是磨双香蒜奶酪的时候 是最好的三明治底胚 薄底披萨 虽然披萨发源于意大利 但美国人给饼底做了很多变化 纽约的这一款中间极薄 周围带边 口感一下丰富了很多 饼边酥酥脆脆 越嚼越香 是整张披萨中最精华的部分 说实话 我就特别爱吃纽约的一家 意大利薄底披萨 真的是百吃不厌啊 鲁宾三明治 德国的黑麦面包和酸菜 瑞士的奶酪 俄国的酱汁 再加上改良自中东配方的 芥末酱腌牛肉 犹太移民带来的零散食材 在纽约重整为全新的美味 新英格兰菜系 新英格兰地区是北美第一批 英国移民的聚集地 所以在饮食习惯上 含有几分英国饭 外加大西洋丰富的海产品 形成了现在的新英格兰菜系 著名的菜单有烤火鸡 这是和印第安土著 共庆感恩节的大菜 也是英国人教的 鞠豆 英国人早餐必备款 味道很像大广东的茄汁黄豆 挺好吃的 南瓜派 这是感恩节另一个传统美食 也是发源于新英格兰 龙虾三明治 缅因州可是盛产龙虾的地方 除了普通的龙虾做法 新英格兰地区的人民 还喜欢把龙虾肉剔出来 夹到面包中 配上生菜酱料一起食用 味道相当不错 就是贵得有点奢侈 还有著名的奶油葛勒汤 新英格兰料理典型的菜 里面有奶油 土豆 葛勒 大葱 这大概就和中国大陆 必胜客里做的 酥皮奶油葛勒汤 那种很相似 浓郁鲜美 放在面包碗中喝 滋味更妙 经典菜系 经典菜系 并是不分底于全美通用的菜式了 比较常见的有 德国的汉堡 法国的薯条 意大利的披萨等等 如果只能选一样食物来代表美国 汉堡绝对是不可取代的第一位 但是在美国 汉堡不仅仅只是麦当劳餐厅里的快餐 你可以在任何西市剪餐厅 运动酒吧 甚至是欧陆菜系的高端餐厅的菜单上 找到汉堡 而且大多是牛肉芝士汉堡 伴随超大份的薯条 啤酒 看美国人的肚子你就知道 他们把啤酒当水喝 在美国 你绝对不能错过精酿啤酒 精酿啤酒不同于一般的啤酒 只有小型酒厂生产小批量的啤酒 才能称得上是精酿啤酒 美国的精酿啤酒种类 以IPA和Lager为主 喜欢这两款口味的旅行者 一定不要错过 除了六大菜系之外 在美国比较受欢迎的 还有中国菜 不论是遍布大街小巷的中式快餐店 还是唐人街上的港式茶餐厅 也或是融合了西餐的高端中华料理 都门庭若市 有些中餐厅如果没有预约 常常还会吃不上呢 在这里呢 你能吃到大部分大众的中国菜 比如火锅 川菜 香菜 粤菜等等 因为后厨大多由中国移民掌勺 所以呢 口味也比较传统地道 另外呢 中餐文化在海外也结合了西方现代烹饪手法 得到了独具一派的延展 当然了一方水土一方人你毕竟不能按照中国大陆的口味百分之百的来要求海外的中餐厅 职业的美食家还是能够吃出来中国大陆和海外中餐的区别的 肖伯纳说过再没有比对美食的热爱更真诚的爱了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旗下的旅游网站CNN GO搜罗了全球各地的美食 并且讲其做了一个排名 他们选出世界50种最好吃的美食 北京烤鸭新加坡辣椒线越南下卷日本近江龟牛排南非三明治夏威夷生鱼块拌饭波兰饺子全都榜上有名 但是排第一名的是哪一个呢 恐怕你想不到 我们赶紧来看看吧 排第50名的是美国奶油爆米花 第49是印度咖里土豆卷饼 第48是英国的薯片 第47是西班牙海鲜拌饭 第46是泰国青木瓜沙了 第45是新加坡鸡肉饭 第44是加拿大普丁 第43是墨西哥卷饼 第42是英国酵母奶油面包 第41是东南亚臭豆腐 第49是德国杏仁糖糕 第39是美国番茄酱 第38是香港法式吐司 第37是澳大利亚帕尔玛干烙鸡排 第36是中东鹰子豆泥 第35是新加坡辣椒蟹 第34是加拿大风堂经 第33是英国炸鱼薯条 第32是日本安康鱼干 第31是意大利帕尔玛火腿 第30是越南下卷 第29是日本晋江龟牛排 第28是越南河粉 第27是菲律宾烤乳猪 第26是墨西哥发吉达腊味肉卷 第25是印度油蒜蟹 第24是爱尔兰奶油洋葱土豆泥 第23是意大利烤宽面条 第22是美国夏威夷生一块拌饭 第21是法国羊角面包 第20是委内瑞拉玉米饼 第19是南非三明治 第18是烤肉串 第17是全球美食龙虾 第16是葡萄牙蛋塔 第15是波兰饺子 第14是美国甜甜圈 第13是全球美食煮玉米 第12是莫桑比克皮里皮里烤鸡 第11是印度尼西亚甘咖里 第10是加鹏鸡肉曼巴 第9是全球美食冰淇淋 第8是泰国冬英宫汤 第7是马来西亚槟榔鱼亚山乐沙汤 第6德国汉堡 第5中国北京烤鸭 第4日本寿司 第3墨西哥巧克力 注意最关键的第1第2名是 第2意大利纳布洛斯披萨 第1泰国马沙文喀里 说实话很多东西我没有吃过 所以不能品评 我只能介绍一下 马沙文喀里是什么东西 马沙文喀里被称为喀里之王 其实应该也是万石之王 将辛辣椰果味香甜咸味融合在一起 即使是从超市买来的 带庄马沙文喀里 也可以让最失职的厨师 烹饪出米其林水平的美味 幸运的是有人发明了米饭 这样时刻便可以把最后一滴卡里吃得干干净净 说起卡里很多人都会想到印度的美食 但没想到CAN竟然把泰国的卡里 吃一吃正宗的马沙文喀里了 不过饮食作为文化的最大载体呢 人的口味真的是在娘胎里就继承过来了 胎儿的时候你的母亲喜欢吃什么口味 你出生以后也真的就会偏向什么口味 对于拥有中国味的华人来说 外来的美食真的很难满足他的需要 就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 喜欢吃甜食的也很难接受吃辣的 如果你在广东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啊 真的是觉得天下最好吃的菜就是粤菜 别的东西呢都太粗糙了 在广东人的眼里 广东之外的地方都是北方 而北方呢又都是各种小吃的代名词 看一看广东人眼里的中国地图吧 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甚至他们自己都觉得广东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只大鸡腿啊 广东人对吃是真的讲究 无所不及无所不能 除了天上的飞机地下的板凳 好像其余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广东人的食材 当你问一个广东人一天能吃几顿饭的时候 他会给你比出一个手势 就是伸出一根食指 一 是吃一顿饭吗 不 不是 是一直吃 从丰盛的早茶开始 干炒牛盒 虾饺 烧麦 放着 金钱肚 牛柏叶 糯米鸡 鸡蛋仔 奶茶 双皮奶 菠萝油肠仔 煎带公仔面 鲜虾蟹子 云吞面 烧鹅 鱼皮 流沙包 炖汤 西米露 亭仔粥 咸煎饼 桂花糕 等等等等 以下省略一万道菜 总之 从早茶开始一直吃 吃到夜宵 再从黑夜吃到黎明 一直不停地吃 根本就不会重样 虽然花样繁多 但广东人一直对吃鸡情有独重 传说 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离开广东 买一只鸡从出生开始 鸡生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吊烧鸡 茶油鸡 盐鸡 手撕鸡 清蒸鸡 葱油鸡 白切鸡 以下是省略号 而说到吃 广东人视为命根子的就是 汤 在广东 世间万物都可以煲汤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喘气的 带毛的 都可以放进美味的汤包里 成为下一顿的汤 在广东 每一位妈妈都会向孩子传授一本 包汤秘籍 作为独家独门的绝技 和广东女生谈恋爱之后的男生 人生轨迹也会变成这样 毕竟呢 包一手好汤 做一桌好菜 是每一个广东女生的出厂设置 在广东人的信条里 汤就是他们的心灵大宝剑 没有老火汤的粤菜 就是一场没有官宣的恋爱呀 除了鸡和汤 广东人的饭桌上 还有另一个信仰 就是青菜 青菜在广东人心里 是一个单独的菜系 像白月光一样 照耀着他们的胃 不是随便什么蔬菜 都能被当作青菜 首先必定是要有绿油油的唇叶子 而且色号非常统一 要绿 其次呢 青菜中不能加肉丝 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原则问题 如果说汤是广东人的心灵大宝剑 那凉茶就是广东人的人生救命水呀 广东人的身体结构里 一半是汤 另一半就是凉茶 每当孩子不舒服 妈妈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宅啊宅 你热气啊 每个广东人小的时候 都有被老妈逼着喝凉茶的回忆 当那天他们开始自己到街上找凉茶喝 那说明他长大了 一杯凉茶可以治上火 治湿疹 治发烧 治喉咙痛 治咳嗽 治口腔溃疡 治感冒 外加 治所有的不舒服 包治百病啊 和广东人一起吃饭 你还会发现 广东人有一个神秘的饭前仪式 叫龙碗 就是北方人说的烫碗 在碗里注入开水 把杯子和碗反复转一千零八十度 那种专注和认真的表情 好像他们聋的不是碗 而是内心的秩序 行完这个庄重的仪式之后呢 广东人才开始认认真真的吃他们的各种美味 即便是刮十二级台风 也不能影响广东人吃早茶的情绪 更不会打扰他们在茶楼泡一天的心情 吃是天大的事 因为它能最大程度的治愈我们 开心的时候要吃 不开心的时候也要吃 能随心所欲的吃喜欢的食物 就已经比百分之九十九的地球人都幸福了 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这句话火得有道理有道理让人幸福 美食能够给人的幸福感真的是无可取代 从昨天开始啊 纽约降温了 而且天气预报说全美国都在降温 大冬天的什么东西最诱人呢 是温暖又舒适的被窝 是咕嘟咕嘟的火锅 是刚出锅的糖炒栗子 更是热烘烘的烤红薯啊 这寒冷的大冬天 真的是不能没有烤红薯 我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校园比较大 分南中北三个院 北院的门口就有人卖烤红薯 因为平时住宿在中院 上课在南院 只有大型活动的时候才到北院 冬天的时候 每次去北院一定会买一块烤红薯 曾经还有过一个理想 如果哪天失业了 我就卖烤红薯吧 说出来这个理想 所有听到的人都是哈哈大笑 不过真的 这也只是一个理想 到今天我也没有去卖烤红薯 不过至今我依然认为 冬天最好吃的小吃 就是街边的烤红薯 在纽约的超市里 有卖一种日本番薯 红皮白柔 蒸熟以后像栗子一样 又甜又面 我经常会买一些回来 煮粥的时候放进去 而在缅街有一间华人超市 店里面就有一个炉子 卖烤红薯 有很多华人女孩 专门到那家店里去 烤红薯不要买太粗的 粗的太干 也不要太细的 要不你还没吃几口就吃完了 不要太硬的 硬的太柴 但是也不要太软的 太软又会太稀 嗯 要粗细软硬刚刚好 拿到烤好的红薯一掰开 热气腾腾往上冒 香气扑鼻 吃起来软软糯糯 甜甜的红薯芯 真的是让人着迷 在那个年纪 寒风呼啸 这种温暖的烟火气 总能给人带来甜蜜和抚慰 现如今 很多人都在家里 用微波炉烤红薯 但是味道 总不如在圆柱形的铁皮筒里 用红红的炭火 慢慢烘烤出来的香醇 简简单单的一块烤红薯 承载了无数人 童年和青春的记忆 美食不一定都是法师大餐 满汉全席 但一定是保留了你内心 最柔软 最香甜的味道 生活在海外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